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乾杯 我是小菜 我們今天又要來好市多新品開箱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桌上這些 是我們今天買的 大家簡單看一下 不理由麵包還有排骨酥熱狗 奶口 還有這個是什麼 香蒜法式小麵包 還有這個 豬腳 豬腳麵線 好 那我們就足以來開箱吧 OK 我們來開第一個是什麼 葡萄乾富里歐麵包 這198還有三個 對 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之前也有一款是原味的對不對 對 之前我們有買一個原味的 那還不錯吃 因為它這個富里歐麵包 就是它的那個奶油量還蠻高的 對 所以 不好吃 對 不好吃 這個應該也是不錯吧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 我們來把它烤一烤 好 其實這個可以當吐司吃 這個 然後直接來烤一下 你看看這個 滿漂亮的 好 烤好了 馬上來吃一下 好 我也拿一塊 這樣看它的這個剖面 是葡萄乾挺多的 對啊 看起來不少 好 奶油好香 不錯 它這個的確奶油用的比較多 吃起來那個口感是不一樣 所以它這樣一個是六十幾塊嗎 對 這樣198 這樣三個的話一個六十幾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CP值還蠻高的 嗯 這如果當早餐的話真的是不錯 小菜全部都把它切 就切 待會兒 小菜要拿去給他媽媽 因為從上次吃原味跟這個葡萄 我覺得都好吃 吃起來都好吃 嗯 如果說你 也是留著要吃的話 就是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把它切切 然後我們待會兒用密封袋裝起來 放成洞庫 要吃的時候只要 就這樣子 就是一片一片回烤的話 還蠻方便的 嗯 好 各位 要吃一吃 要拍下一個了 這一個開哪一個 豬腳好了 豬腳 好 那我們來煮豬腳麵線 好 我們直接來打開 看一下這個豬腳麵線 有一包 花生 兩條麵線 兩把麵線 兩把麵線 一包豬腳 一包豬腳 然後下面有一包高湯 那我們就照這個加熱說明來煮它 各位 好了齁 不過我說真的齁 我看一下怎麼做起來的這個份量 跟它的價格 我必須講一下就是說 我覺得 果然的太貴了 那豬腳麵線的名店 專門店大概都是一分一百塊上下 差不多 我六百塊我可以吃六份 肉就比較多 對 先不說它好不好吃 我是單純以價格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價格 你會覺得它的肉應該再多一點 對 要不然就是好是多這個這一份 應該我覺得應該再賣便宜一點 我覺得可能就會價格會比較OK 好 那來吃吃看看 我剛剛已經先吐去了 真的齁 已經蠻軟的了 然後豬肉本身吃起來 沒有那種多的那種腥味 還OK 豬肉本身 豬腳本身的味道是屬於偏大的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是還滿中規中矩的 但是就是味道的確是偏大 偏大 然後麵線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不是那種手工麵線 一毛薑 花生還滿大顆的 然後吃起來的話 我覺得 我喜歡吃更鬆軟的那種口感 手工豆花的那種 就是它謎就是啦 再綿密一點的 我覺得它這個如果說味道那麼淡 就是應該附個蘸醬 像那個洞泉辣椒醬一樣 或者是什麼蒜蓉醬油啊 對 或者是我們吃辛乾湯 它不是一個辣醬 對 那個辣醬也很適合在那個豬腳 不然我覺得這個豬腳也有點淡 不然豬腳它直接是那個水煮的 白煮的口味的話是偏淡的 好 我們來下一個 好 接下來是法式小麵包 對 它打開裡面是那麼多小包的 大家看一下 好多包喔 6包 對 我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拆一整袋的給大家看 好 我這小餅看哪在說 OK 一包大概是這樣 這樣有6包 這個看起來還蠻多的 分量好多喔 對 這樣有600大卡 所以這些 因為它奶油啊 對對對 拆一包兩個人吃吧 一人分300 哇 這上面寫人臟奶油耶 喔 no 好 我們來試吃 好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成分 這個我覺得喔 如果不要是人臟奶油的話就更好了 吃喝看 香耶 它稍微有一點硬硬的喔 對 所以咬起來會脆脆的 大概應該得到 硬脆 嗯 其實我覺得這是好吃的 但是它的成分我不喜歡 就是說那個奶油的部分 我覺得吃起來也有點略甜 現在很多的東西都是那種 可能為了口感成本 然後用的東西可能就會比較 複雜一點 複雜一點 所以我覺得大家吃的時候 因為它也有標示嘛 嗯 大家可以看清楚 再決定要不要吃 或者是吃多少 對 不要太常吃 對 它整體吃起來真的很香 對 然後我記得它的價格是200多塊 對不對 就分量很多耶 分量不少 那一包 一盒裡面就六包了 那一包就那麼多 有點像奶油薯條 那是哪裡的餡餅 對 奶油薯條 那是什麼 屏東餡餅 屏東餡餅 其實各位這個吃起來 真的是有點像奶油薯條 對 但是它是蒜味的這樣 對 但是奶油薯條它的糖 會比較多 對 吃的比較甜 這個有甜 但是沒有那麼多糖 好 接下來要開的這個 我買的這個內褲 四腳褲 因為我看它是Puma 而且五件是479 是不是 一件不到100塊 對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好 那我來把它打開一下 好 喔 就是這樣不僵 對 黑色的有三件 灰色的有兩件 它這 感覺身材很好 我這樣會輸臉吧 但是你要笑 大家會看 好啊 不然我來試試看 哈哈 看乾杯穿四腳褲 我已經笑到 各位雄偉媽 唉唷 看那個媽頭實在是太雄偉了 你怕被他比下去嗎 我怕被他比下去 所以不好意思 我就只好 只好 自己加工一下 看大家說我太沒有料了 這個可以吃的啦 一起搬頭 我完全看到朋友 所以乾杯把四腳褲是穿在 他的牛仔褲外面 那你剛穿的時候 你摸那個材質覺得如何 摸起來是舒服的 但是那種很有彈性的那種 你看看 哇 這我彈性啊 你跟他 跟饅頭一樣 不好意思 各位 我要跟大家坦誠一下 就是 還有嗎 兩顆蠻好 真實的 唉唷 我跟你講那些 南媽狗每個都 都那麼雄偉嗎 裡面都有塞東西嗎 我覺得裡面都有塞東西啊 應該有塞襪子之類的吧 應該是這樣吧 要不然每個都普通這樣 哪有可能 他我覺得他那個褲腰帶 就是一半很大半啦 但是他穿起來有內穿 沒有 這就真的要穿一陣子才知道 如果他穿這次才知道 對 像之前我買其他品牌的 看起來是很好穿 但是我穿了半年 他下面就有點破洞 有點破洞 對 而且發現每一件都大概就是破那個地方 價格我覺得價格是親民的 對 真的要不用一百 然後是很有彈性的 價格感覺比夜市還便宜囉 對 尤其如果以油品牌的來講 來講的話 好 剛剛已經笑夠了 那我們 再來開下一樣吧 好 下一樣 好 接下來香蒜排骨素 好來 三代喔 裡面是這樣耶 各位 我覺得這樣用三包不錯喔 因為你這樣一次就開一包就好 不用開那個很大一包有沒有 要不好封 而且他這上面寫的是五穀的耶 那這樣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我來氣炸喔 好 來 試試看看 各位 我們這個烤的時間 比他原來的還多了三分鐘 他大概寫了10到12分鐘 我們烤到15分鐘 因為烤到12分鐘 感覺好像夠上色 顏色 對 對 這個外觀看起來很像那樣 氣炸的鹹酥雞 有像 吃起來那個 皮還蠻脆的 嗯 就是要稍微炸 炸久一點點 對 裡面的豬肉也是醃得蠻入味的喔 它裡面肉是這樣 一整盤紮紮實實的肉耶 沒有骨頭耶 然後這樣子 一袋三包 三九九 我覺得不錯 剛才吃那個豬腳比起來 這個肉很少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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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不吵 那一塊這樣 在嘴巴裡面 還蠻大塊的 我覺得整體還不錯 嗯 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所以如果懶得出去排夜市那種 排骨酥的話 那個 氣炸一下也挺方便的 嗯 對啊 不用去跟人家擠跟排骨 嗯 氣炸久一點 那個皮脆脆的還是比較好吃 嗯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只剩下最後這一袋 嗯 對 它叫做 韓式 起司 魚膏 脆皮熱狗 就是脆皮熱狗 對 剛剛那個Dennis我回來的時候看到說 帶有這個可以吃之後 他就說 不錯喔 他就很期待了 對啊 年輕人對這種東西吃應該是很有興趣 應該是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小菜暴力拆風 是這樣喔 喔 裡面一支一支 然後他這個背後有這種加熱的方法 可以微波可以烤箱 對 那我們就直接照這個方式來氣炸 哇 各位 好了 嗯 直接就這樣拆起來 氣炸有沒有 打開這樣氣炸 然後就可以了 他這個這個這樣看起來 好像缺少什麼番茄醬對不對 因為他裡面沒有附 沒有沒有 所以 各位如果說你要番茄醬才能自己準備 我是拿黃芥末醬 喔 對 喔 好燙 喔 有拉斯 有拉斯 可以看一下 裡面是講這個樣子 好像沒有看到粉紅色的熱狗 他這樣氣炸完之後外面這一層麵皮 真的還蠻酥的耶 可是這麵皮 不錯 嗯 有吃到熱狗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他現在都吃到起司 喔 有 真的出現了 所以他應該是魚膏 他有寫魚膏應該就是那一塊喔 那我已經剩半隻了有沒有 才看到他的頭在這裡 喔 我覺得他有寫 Fish cake 所以他下面這隻是魚香腸 這隻香腸有蠻小隻的 大部分都是外面的粉 跟那個上面的起司這樣 雖然他那個看起來皮很厚 但是他的那個整個搭配的 其實還蠻安好的 嗯 然後你這樣氣炸起來 吃起來我覺得味道是不錯的 嗯 我覺得他麵皮有一點甜 然後起司有一點鹹 鹹甜鹹甜的搭在一起 對 他下面這個香腸 也是有點微微的鹹鹹的味道 嗯 所以我給你吃就是鹹甜鹹甜 阿貴又收縮旁旁旁 雖然加工品我們比較是比較不常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好吃的 吃起來不錯 嗯 吃起來不錯 他這樣多少錢 419 但是我們買到的時候是有折價的 喔 所以一隻大概40幾塊錢 41塊左右 41塊 所以他就是下面用西斯 下面用香腸上面用西斯 然後再去裹粉再去炸 我們以前有做過 你有沒有印象 很久很久以前有做過 大概3年前還是4年前的時候的影片 也是超拉絲的 對 整體吃起來就不錯 嗯 好吃 好吃 這樣我們今天全部都開完了喔 嗯 小菜如果說像這些 今天開的這些 你最喜歡哪一家 我會選排骨酥 我覺得他的那個價格399有三袋 而且都是全肉沒骨頭 這個如果說我們去外面 進行所見 130幾塊可能也沒有炸那麼多肉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 算是蠻划算的 那你是喜歡 這個嗎 對 你也覺得不錯吧 我也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皮肉餡上都蠻好吃 雖然是加工食品 但是我覺得吃下去的時候 這個皮是厲害的 厲害的 那整體吃起來還不錯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人 其實應該會很喜歡吧 偶爾吃起來還OK 偶爾吃起來還OK 然後再來我還是覺得這個麵包很不錯 對 價格真的是蠻便宜的 嗯 今天還喜歡你的白饅頭 不好意思喔 這 我相信各位來都可以理解了啦 但是在不耐穿嘴之後才知道了 對對對 好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嗯好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對啊 你就掰掰了 好掰掰 豬腳麵線我還是喜歡吃台中的 哦 對 各位如果喜歡吃豬腳麵線 那個台中 五泉西路 跟那個黎明路口 那裡有一間南屯豬腳麵線 喜歡吃的可以去那邊吃看看 像我們台中在那邊 大家都會在加什麼 東泉辣椒醬 對 那個吃起來就很有味道了 搭配起來很剛好 對對對 對